用3毫升来挤身 挤身让我还是喜欢用半身挤身 先打个结 酸进去 先拉紧 其实我挤一个有松紧边的一个针 从后面两股线 三升 四升 五升 我们要挤三十针 六 七 八 九 四 好上下针我们挤身齐好了 我们先来打两排 打两排上下针 一边 一边 淆 四 四 五 七 五 八 九 五 六 六 六 做起针的方法就是很有弹性的 拉的不紧弹性很好 喜欢编织两排以后 我们就开始编织花样 现在我们开始织 我们要织五排的平针 也就是 要织出一面全部是下针的面 边针 这边打下针就把这边当是面 我们吃反面 反面我们就全部是上升 这样循环编织五排 编织五排以后我们编织花形 五排我们已经编织好了 我们开始编织花形 编织 最后编织花形 好 往后面 捞过来 这边支 先编织这一针 然后放针 先编织这针先编 这针从前后面 前针从后面编过来 这针再编织 循环这样编织 剔白我们就编织好了 很平整 这边我们全部要支上升 一样了 我们编织 分身手法 是要 也要一样的编织五排 以后再编织花形 然后编织这样的五排 又编织下一个花形 编织五排 编织以后 再编织下一条 这样的花形 每格五排 编织一条 就很漂亮 多编织 几白是很好看的 这是反面 这是反面 这针从这边 后面这针 后面这针一定要小心一点 比如说你不好 你不好放针的话 你就先把这针穿过来 这针绕过去 往前面这样绕过来 再编织一次 再编织一次 这针织一次 用这个针织的钱 整个骨岛 再编织一颗 再编织一次 更正在 拖织一次 这垃圾 整个骨岛 再这样从前面到过来 后面再这样 再这样